哈囉大家好我是第一花 今天要分析的是 龍去羅傑的雛形台做什麼 就開始我推理 大家肯定很好奇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當時有很多人有去 像是明哥、鷹岩、老沙這種很強的人都有去 龍有去沒什麼好講的吧 但我要說的是 剛剛提到的那些強者 都是未來成為海賊的人物 也就是憧憬羅傑這號人物才去的 但是龍並不是海賊 那他去這一趟有沒有可能是有目的的呢 我列出了以下幾點 第一就是我之前說的 龍當時接收了羅傑的求術 也就是把橡膠果實轉移到水果上面交給陸久 這之前講過大家可以看看 但也有其他果實的可能 像是當時羅傑BX金獅子 天氣大變讓羅傑逃過一劫 這跟魯夫當時被巴奇抓住打雷一樣 龍當時也在場 或許這兩個天氣大變都是來自於同一個果實 也就是羅傑死的時候複製來的 第一可能是為了果實轉移才去的 再來就是龍的身份 龍之前很可能不是革命軍的人物 因為當時他沒有紋身 這個紋身很有可能代表了某個意義 我自己覺得就是創立革命軍的圖騰 那如果龍當時不是革命軍的話 他最有可能是什麼呢 大家第一反應應該是海軍了 他是海軍有很多種證據 像是卡普之前就逼著魯夫去當海軍 卡普當時肯定也有叫龍去當海軍 還有另一個那就是為什麼龍要推翻世界政府呢 很可能他就是在海軍那邊得知到了不為人知的秘密 不然真的沒什麼道理 一般人都去當海賊 你當革命軍 肯定是有個原因的 而這個原因目前看下來最好的就是他以前是海軍 但是當時他穿的綠色披風 這不像海軍的穿著 我的推測是 如果他是海軍的話 肯定是那種秘密部隊 也就是臥底的感覺 剛剛說的原因延續下去 他當時去到羅傑的刑場 他可能得知了一些東西 所以才毅然決然的創立革命軍 第二龍當時是海軍 最後這個就跟以上完全不同想法了 龍當時已經是革命軍了 他當時只是路過而已 就像之前龍也有路過的羅格陣一樣 救了魯夫一命 但是大家可能會說龍怎麼會來到東海這個地方 但是龍前前後後來了三次差不多 第一次就是看羅傑的刑場 第二就是把船停在索龍的道館前面 第三就是救下魯夫 你會發現龍不知道為什麼常常出現在東海 而且這幾次可能都不是他一個人 第二次道館是全員到齊 第三次就是魯夫的時候 仔細看韋田這個伏筆狂 他把魯夫要被八旗斬首時 下面的觀眾用了薩波的剪影 有人可能會說 怎麼可能是薩波 如果是薩波怎麼不去救魯夫 但你得知道 他當時是失憶的 所以這個就算是韋田式的剪影伏筆 而這個狀況也有發生過一次 那就是在索龍道館前面 當時就叫薩波 仔細看這裡有一個人 非常神視鷹眼 當然不能畫太像 不然就不是伏筆了 我很久以前也有分析過 鷹眼是革命軍的一員 大家可以去看看 但這兩個偉田式的剪影伏筆 都有一共同點 就是這兩個剪影都不像是隨便畫畫的 如果鷹眼真的是革命軍的話 那這三次來到東海 很有可能都不是他一個人來而已 所以我想說的是 他當時來到羅傑的雏心場 只是為了執行他一直在東海執行的任務 第三執行任務剛好路過 最後就是龍翔來看一個傳說的隱落 這個就跟大家的心情一樣 但這就沒有什麼好講了 大家有什麼想法都可以留言分享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